皇上,方才都是一场误会,方才是我没有站稳,不小心摔倒了,与冥王无关,今日是大好的日子,不必为了去去小事伤了情面,大哥,坐吧。 冥王妃,不知你觉得方才本公主那一曲舞如何? 三公主不愧是北郡皇上最疼爱的女儿,想必这些年,北郡皇室花在三公主身上的心思不少吧。 那是自然,没想到冥王妃长得不怎么样,这眼光还挺不错。 方才三公主的每一个动作都标准极了,就算是最专业的舞姬,想必也比不上三公主的舞姬,优美动人。 不过,身为一名舞者,不但要舞姬优美,灵魂更要洁净,可惜了,北郡皇室花了这么多年的心血,终究是白费了。 什么白费了? 上等舞姬是绝对不允许自己在舞中摔倒,可方才三公主不但摔倒了,还直接飞了出去,就不是连舞姬都不如。 冥王妃,你欺人太甚,你既然如此瞧不上我三皇妹的舞,那你可会跳,不如你也来舞一曲,让咱们开开眼,看看你们南郡的舞有多大气。 本王的王妃是否会跳舞与你何干呢?大皇子来南郡做客,难道是觊觎本王的王妃?敢打您二的主意,就是找死。 我管你是百里长方还是千里长方,想找死,我就承许你。 素文明王护妻,今日一见果然如此,传闻成不起我,你就是个七管言,是个啪耳朵,简直丢了我们男人的脸。 既然知道,就不该打本王王妃的主意。 大皇子,朕的儿媳妇也的确不是跳舞给你看的。 发生了什么? 没事,二嫂放心吧,老七方才喝了一点酒,对不?晚宁发现了,正要过来说她呢。 我瞧着汉王也喝了不少,让她一起下去歇息吧。 二嫂,二哥已经醉晕了,有老七和晚宁在,你就放心吧。 也行。